11月14日,CBA场规刹第11轮,广东组场在单外人出战的情况下,118比103击败天金,好举开局11连胜。 本场比赛异健连胜欲付出拿到42分,单外人为母次20分,周鹏伦修,德莱尼没有出战,由于本赛GCBA的赛程密集,杜丰此举是为了让队员有更好的状态和休息,名嘴王蒙更是力挺杜丰当选最佳教练,前10场广东队取得10连胜。 这其中异健连缺席了接近5场,对阵江苏的比赛,异健连受伤,那场比赛广东队依然赢球,之后连续面对新疆,广州和八一,新疆队轻松连胜,本场面对天津,异健连在缺席了三场比赛后复出,而广东队选择让周鹏伦修,德莱尼也没有出战,很显然,杜丰足够自信,他们有更多的打球人选。 这场比赛,首发的独队二又命中了三个三分球,成为广东重要的外线火力,商与回归的异健连发挥更是出色,他在篮下的优势明显,首节异健连拿了7分,第二节就拿到12分。 到了第三节和第四节,随着天津只能是丹麦元出战,异健连在内线的优势更为明显,几乎就是捏压的表演,得分看上去都特别的容易。 初战32分钟的异健连拿到了42分11个篮板,大的轻松血液,广东队在第二节反抄比分。 第三节拉开查剧,末节比赛天津队虽然努力追分,但是男子广东拿到11连胜。 118比103,广东在主场,赢球,天津主帅在后表示,总体来说打得不错,大家很投入,主要是坚持到第三节。 我们有些问题,总体来说队员很努力,其实,天津队客场输了15分并不丢人,他们占线出了自己的实力。 广东主帅杜峰则直言,今天阿联回归,德莱尼还是因为伤病缺席比赛,周鹏也是让他去调整一下,连赛漫长,希望每个队员都有个健康的身体。 可以看到,这是广东队有针对性的轮休,周鹏和德莱尼得到了很好的修整,而阿联回归,也展现了很好的状态。 本赛季的广东,打得特别合理,而且快攻很有威胁,十一连胜不是一败。 接下来,谁能击败广东队,就成为一个看点。 著名篮球键说袁王猛更是直言,年度最佳教练,我占杜峰。 您招联。 爱国你� enqu开转儿,然后你要作个人时 crim坊。 您招联。